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人联想到吃香蕉会对佛菩萨不尊敬 这些说法到底可信吗? 供佛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果更好呢?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 佛教认为供佛的目的是为了表发 是为了表达你对佛菩萨的恭敬和感恩 所以只要你的内心是恭敬佛菩萨的 这些水果都可以拿来供佛 佛教的供果 其实代表了修行的果味和世间的因果 供佛的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 要多种善因才能多获善果 所以我们在供佛时 尽量不要用这三种水果供佛 因为这三种水果无法代表善因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 不要用腐烂的水果 不干净的水果和已经破损的水果来供佛 因为这三种水果无法起到表发的作用 最好也不要用带有刺激味道的水果 例如榴莲 我们在选择水果时 尽量要选择新鲜干净和完好无缺的水果 这样的水果代表了美好的善因 也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香味的水果 例如苹果、橙子、芒果、菠萝、西瓜等 我们在选择供佛时 要以干净、成熟、新鲜的水果最为首选 在水果的数量和品类上 没有什么忌讳 供佛时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发心 只要我们的发心是慈悲和清静的 就会得到功德和利益 只要我们供佛时心存恭敬 并且吉德行善 孝敬父母 相信因果 佛菩萨必定保佑 佛家常说 一切为心造 用水果供佛 其实就是在修我们的心 当你经常用新鲜的和干净的水果供佛时 我们的心也会变得越来越清净 《维摩节经》上说 心静则国土静 当你的心变得清净了 一切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在选择供果时 尽量要选择自己可以食用的供果 因为佛前的供果是可以自己食用的 这样的还可以避免浪费 供水果时一定要牢记因果 经常用水果供佛的人会恭敬菩萨 心有神明敬畏因果 会用因果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敢去造恶业 会经常行善吉德 所以喜欢供佛的人 最容易获得善果和福报 供佛的水果应该放多久 其实供佛的水果摆放的天数没有限制 可以在当天就撤下 保证水果不会坏的情况下 也可以多供几天 供佛水果是表示自己的恭敬之心 一般在摆放好以后 稍稍香 拜几拜 或者然后做自己的定课 完成全部仪式后 水果可以在当天晚上就撤下 作为饭后的补充食物吃掉 如果水果能放 暂时也不吃 就可以多放几天 完全随自己的心意 没有定规 供佛水果除了表示恭敬 也是一种表法 水果代表种子成熟后的果实 提醒我们应该断恶修善 多重善音 将来就能获得幸福美满的果报 乃至究竟圆满的佛果 很多人都很纠结 供佛的水果究竟要不要洗干净 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因为佛前供应的水果 一般都是苹果 梨等能够保存很久的水果 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疑惑 其实是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佛家文化导致的 其实水果应该清洗干净再供最好 并且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三天换一次 并且那些要切开上供的水果 要记得洗干净之后再切开上供 一 水果最好要洗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法师 妙祥法师曾经说过 上供的水果必须得洗 因为你不能带着细菌 埋态的东西供佛 要知道我们上供的水果 往往并不是佛所吃的水果 而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那么作为我们的心意 自然就要保证自己是带着尊敬佛 敬仰佛的心态来做 因为佛早就成佛了 他并不需要去吃 也不存在吃不吃的问题 但是洗不洗则是另一个态度上的问题 都说态度决定一切 要知道如果你不洗 那就代表着你没有恭敬心 佛自然也是不会保佑你的 因为只有心怀恭敬 并且拼除杂念 才能得到佛的保佑 二 洗水果是洗掉我们心里的污垢 佛教文化里有着三德六位的说法 其中的三德 其实就是指的清净德 温润德 如法德 我们供佛一定要做到如法 清净 所以 洗水果其实是 洗去我们心里的污垢杂念 只有心无杂念 才能够让佛感知到 才会保佑你 如果拜佛的时候心都不能够安静下来 不能够做到没有一丝杂念污垢 那么佛作为通晓一切的存在 当他看到你心里不洁净的心思之后 也自然会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从而不保佑你 虽然说佛教并没有一定要求 你在供果的时候 要去特意清洗 但是实际上 你得知道 虽然的话是这么说 但是该做的 还是一定要做到位 作为人的我们自然是心底 敬畏佛的 所以 他要去清洗水果 也要再清洗我们的内心的杂念 三 有些供果 其实可以不用清洗 其实有些水果是不需要清洗的 因为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去超市里购买一些水果 商家们为了追求外观美丽鲜艳 往往会经历一些 清洗和处理 那么我们买到的这些水果 其实是不用清洗的 因为它们已经很干净 不用清洗 就可以摆上 而有一些水果 比如桃子 葡萄一类的水果 清洗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就会导致外观有所损坏 这样的水果 其实清洗了 反而不能够上供了 况且 清洗葡萄难免会把葡萄汁 洗脱落 这样一来 葡萄更加容易坏掉 反而放不了多久 所以我们上供水果 也不必过分强求清洗 只要能够做到 没有污垢即可 真正的祭祀求佛 还是得取决于你的诚心 只有你心诚了 心静了 佛才能聆听到你的声音 实现你的愿望 保佑你 佛门重清净 正是如此清净 才是拜佛真正需要做到的事情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么谈何拜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的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